三藩市 日落區文宅爆炸加三級大火 兩人受傷 星期四早上大概9點半左右 位於三藩市日落區的Norriega街 加Maraga街 地址為173422街的一戶文宅 發生爆炸 之後發展成為三級大火 消防局接報後馬上趕到現場 出動了上百名消防員 警察及醫護人員參與救援 大約2小時後 消防員成功將大火撲滅 目前已知一名傷者受到嚴重的燒傷 送到醫院後情況危殆 另一名消防員在救火的過程中受到輕傷 也都已經被送院治療 從市民中可以見到現場濃煙四起 其中爆炸的文宅更加已經是整棟貪塌 有附近的居民表示 首先聽到一聲巨大的爆炸聲響 然後附近大量民居和汽車的玻璃窗被震碎 本地都是玻璃碎 據悉是20條街外的居民 都可以清楚地聽到爆炸聲 而且明顯可以感覺到房屋劇烈震動 今次的事故除了摧毀了爆炸的房屋之外 對其左右兩邊及對面的房屋 也都帶來了嚴重的損毀 消防員在事故發生後第一時間 對爆炸房屋的左右鄰居進行搜索 並沒有發現有任何人在內 而事故發生時正值早上班的時間 附近很多居民聽到爆炸聲後 都走到街上瞭解情況 據悉事故也讓路段的交通一度陷入停滯 出現了大塞車的情況 三藩市消防局局長Jeannie Nicholson 稱今次爆炸的威力是非常非常強大 在三藩市至90年代後遇到少有的爆炸事故 目前消防局和警察部門 正在對爆炸事故原因進行調查 暫時未知是甚麼原因導致今次的爆炸和起火 天下維斯記者採訪報導 我們別在後退 阿炸 阿炸